欢迎收看大屋实际 今天用包头菜和三个鸡蛋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将包头菜的叶子撕成小片 碗中打入三个鸡蛋 放点湿盐 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料酒 大蒜备用 大蒜切片 干辣椒切碎 切点苍花 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倒入鸡蛋液 炒成鸡蛋花 撑出备用 锅中再次放油 油热后放入蒜片和干辣椒 烧菜也放进去 翻炒一分钟左右 放入生抽 少许食盐 少许食盐 继续翻炒 加入鸡蛋花 撒点葱花 淋几滴香油 翻炒一分钟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美味的家常小炒 包菜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包菜简单又下发 清脆可口 快去试试吧 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赞转发 小关注哦